好我們看現在就是淡水的健身工廠 然後就是這樣子 什麼怪 這邊有一間淡水的 其實我還沒吃過啦 然後朋友說還不錯 然後價位算是比較高一點的在淡水的健身餐裡面 那我們現在走去看看吧 這邊是他的菜單你可以稍微的看一下 第一次看到的時候其實我覺得還蠻貴的 但是因為最近什麼都漲價只有他沒漲 所以他就跟大家都一樣的價格了 下面還有賣飲料還有他的LINE可以加 然後我朋友常常說他好像生意不太好 其實我覺得他生意蠻好的 因為我每次來買的時候呢 他都很忙 裡面都一直在動作 大家都是可能透過LINE點餐然後再過來拿 這個影片是我之前錄的 但是之前講的東西有點爛 所以呢我就乾脆重新配音好了 前面說他的便當呢 這個 跟大家不一樣一點就是他有這些啊 下面這個塔香雞啊 然後還有這種辣子雞的味道 跟一般健身的餐盒是有點不太一樣的 大部分都只有很乾淨的雞胸肉 這樣在一般人要減脂之中呢會特別的難受 所以在這些營養的前提之下呢 增加一些辛香料呢 讓自己能夠更堅持下去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要不然你吃得很乾淨然後 一個禮拜後你就開始亂吃了 這應該就不是我們想要的 最後呢那個老闆有跟我說 他們有那個LINE啊 我剛剛其實影片上面有照 你可以 去下載他的 那個 去加他的LINE然後如果你有想要 不想要等的話你可以先跟他點好餐然後再過去跟他拿 接下來這個餐盒是我過了兩天又去 點來吃的 然後再隔了兩天我又點了 嗨今天又吃這個了 這一間真的還蠻好吃的所以有吃到別的口味 也順便開箱一下 剛好影片還沒做 然後這是我拼我上次兩種 這個是辣雞然後 這個是那個金針菇泡菜雞 你看一下因為名字不太記得 然後另外這邊呢 Chew太太啊 他吃的是這個蒜泥白肉拼這個 雞腿 滷雞腿 然後我們也都是選用紫米飯 然後裡面今天的配菜是有這個 海帶 海帶 然後 南瓜還是地瓜 這個是南瓜 南瓜 底下有青江菜 然後半顆蛋 然後還有高麗菜在底下我看到了 然後Chew先生的那個剛剛是 韓式辣菇雞蛋 韓式辣菇雞這個 然後下面上面那個 我是拼一個叫什麼 辣菇拉雞 這個應該是首爾泡菜豬吧 首爾泡菜豬 然後上面 韓式辣菇 韓式辣 辣菇雞 OKOK 就是這樣子 然後就是好吃啊 所以我就 這一個禮拜大概點個三次了吧 剛剛有吃一下這個豬肉啊 它 很像那種 火鍋煉 很好吃的那種豬肉 然後沒有什麼腥味 對沒有 醬是有點少 但是沒有醬的部分呢 它也不會有腥味 是有甜甜的豬肉味 然後它的肉質呢 其實是 比較瘦的 沒有太多的油花 可是也不會柴喔 嫩嫩的很好吃 拔開這個雞腿 吃吃看 很容易就切開了 我們吃一口看看 嗯 裡面的肉呢 滷的也算是有入味 那我們吃一下外面 我覺得這家 它的菜啊 都有一個特色 就是它的調味很平衡 是有味道的 然後呢 你讓你吃起來不會覺得 有點害怕這樣子 但是它的調味並不會過重 讓你 吃了就覺得很渴 很想要喝水 那它的肉呢 也是我覺得是 軟嫩 就是 硬度適中喔 不會說很軟 但是呢 也不至於到柴 這樣講好像有點不太對 就是 它的肉不會柴 但是呢 也不是像酥肥一樣的口感 它還是有保持它的口感在的 所以我是覺得還蠻不錯的 對 沒錯 然後這邊是我之前錄的一些 資訊 簡單說就是它都是用一些比較好的油啊 然後 它彎豬啊 本土雞啊這樣子 算是我特別喜歡的一間健身餐 就算了 好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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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